恭喜 謝謝 我第一次獲取《戚冊》的十大歌曲獎 而且我記得2006年是我第一個《戚冊》的新人金獎 之後浮沉沉了十幾年 真的沒想過可以再次上《戚冊》台 還有憑著一個小藏的曲風 暗黑系列 當初走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我可以做得到 所以多謝每一位跟我一起撐下去的歌迷 或者我的班底 我公司同事 大家都很疼愛我 很激動 因為我很多東西想說 但是一想說的時候就起音樂 真的有一點嚇倒我 我很想多謝在我低谷的時候 所有陪著我度過的所有的朋友和同事 因為我覺得拿獎 你事業順利的時候是值得開心的 很多人會恭喜你 但是我會覺得更加要記住 在你低潮的時候所有幫過你的人 因為整天可能在我的工作上面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一個純歌手 其實要投資很多的資源 我公司要投資很多的資源 但其實回來 其實不是很賺到錢的 所以很多時候都要拍肩膀 很多朋友幫我做這樣做那樣 大家都不只是說錢的 我覺得這份義氣 我很想有機會的話 補帶回大家 包括男朋友嗎 當然她也是其中一個 拍肩膀的人 希望她 剛才留了多謝她 因為我們都不是很肉麻的人 我在這裏也多謝我的髮型師 今天幫我設了一個金光燦爛的頭給我 那拿完歌手獎 如果拿完女歌手獎 是不是要結婚日了 嗯 那時候嗎 沒有這麼想 工作還工作 感情還感情 但是女歌手呢 其實信心又不是很大的 但是 希望有一天 希望有一天可以朝著這個目標 大家謝謝 謝謝 感謝